近期在昨天的部分 尤其美国股市修饰 市场上表现平淡 陆陆续续公布的六月营收出炉 如果有好表现的话 其实的确在排名上 是有在发酵的 我们下来看到是苹果概念股了 当中的表现其实有点两样情 包括像是做电池的新普 做即可的可乘 分别创下了历史 还有今年的新高 那么如果以整体的第二季来看 是以电池模组 双雄 新普 顺达科 同创新高 表现最为突出 但表现比较差的 则是股王大力光了 六月份营收衰退了17% 创下了两年低点 不过外资看法乐观 认为下半年在苹果新品拉货效应下 营运会逐步回闻 苹果概念股第二季营收表现 两样情 电池模组厂新普 六月营收50亿 连续两个月创新高 即可厂可乘 六月合并营收33亿 也创今年新高 但股王大力光 六月合并营收表现不佳 不仅跌破10亿元大关 更写下两年来新低 大力光六月营收 衰退幅度跌破各界眼镜 恐怕股价表现将大受影响 不过外资看法乐观 强调大力光 七月起营收将开始回问 高盛证券认为 下半年有新款支援手机与平板电脑加持 加上平板电脑照相机镜头 升级的循环周期已到 预估单季每股获利 免成长率将从今年第四季起开始飙升 另外两个证券也认为 苹果未来几年将陆续对大力光拉货 营收比重上看六成 而且目前大陆市场成长幅度高 预计今年第三季营收将慢慢爬升 因此将目标价从620元 调升到707元 看好大力光后市营收将逐迹成长 东西新闻 中博报导